首先我都要承認自己很幸運 才可以令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人生勝利組 是你的感覺 但其實我不是的 有很多背後經歷過的挫折 除了例如拍《反黑路人甲》 大家會看到演出很開心 但背後我都要承受很多自己自我得意 要說這套《反黑路人甲》 我在中間挑戰了多少呢 是有排數的 我第一次挑戰喜劇 比我想像中難很多 我領略到原來拍戲劇 是不可以搞笑的去拍的 要是極度嚴肅和認真才會好笑的 所以這套戲是我拍得最沉重的 無論戲裡戲外都哭了很多次 因為對自己很大期望 一開始可能就摸錯了腦 於是就會覺得 一些愧對自己 愧對大家的感覺 就會有很多情緒壓力 要宣洩 不單止回家裡哭 甚至拍到中途都會哭出來 因為覺得自己用的力 好像用錯位一樣 我目前最想進步的位 當然是演戲那方面 之前上了《蛋哥》的show bag 網上網上的演技班 上足十幾個星期 不停地拍片 每個星期交功課給蛋哥 接受他的評論和批評等等 有其中一份功課是很簡單的 純粹是分享一件最感動的事 那我就在拍片裡說 其實我都感動眼濕濕 都很有共鳴 但最後收到來的評論是 瑩瑩有沒有認真思考過 原來她說 我開這個這麼簡單的題目 我不是預期你們做這麼簡單的事 如果你有想的話 你知道應該要花多點心機 將這件感動的事演繹出來 又編排地做給別人看 才可以感染到別人 而不是坐在那裡做專訪這樣說 我看你年輕人聊天都可以 那一刻就明白到我 其實原來做演員 不單是所謂的技術 是思考思想都要深入一點 當面一點 所以之後的功課 我都嘗試從很多角度 去意想不到 還有給蛋哥一些驚喜 後面她真的給了很多讚賞我 肯定我說我每次都可以給她驚喜 覺得我保持這個狀態去做的話 一定會成功的 這些鼓勵說話給我 我覺得感情生活 我是不會否定和抗拒的 因為其實對藝人 我每個人都有重要性的 其實如果我有好消息的話 我一定會分享給大家聽 始終以我的性格 都比較直率的關係 都不會刻意去隱瞞很多 也不可能 沒有辦法刻意隱瞞很多 只不過是我經歷了很多 事情之後 或者人成熟了 長大了之後 會學到給多點時間去了解 再審慎一點才好 開始一段關係 才長久 所以例如現階段 我覺得要發展的話 要對象和我相處得舒服 這是我最重要的一個讚偶條件 怎樣可以認證到呢 就是要時間 要時間才相處到 以前年輕一點的時候 可能我適合感覺 或者適合某個特定的條件 例如很幽默搞笑 我高興 那就試試開始吧 但是人大了 就沒有這麼多機會 成本可以先試試 例如剛才說到 作為公眾的人物 特別是我 感情生活 是不知為何 會受很多人的注意 所以做的決定 都要很審慎 其實我和Lanard 當然是很好的朋友 因為他也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他聰明 他有腦 其實我還知道 他每次上節目 例如做足功課 他真的會很用心 去做資料搜集 寫下了 有什麼項目他想說 所以大家會看上去 很準備充足 好像有很多想法 而且看到他的性格 是一個很準備 會很心思熟慮的人 和我比較衝動 直率一些 是互補不足的 所以我知道 我很多時候都會想和他聊天 找他聊天 問他的意見 他這麼好的男生 當然是一個可發展的對象 但就要從你所說 對 要多一點時間 對